好 要把学号做加总 OK 我们写到这里 减掉0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加到某个数里面 那个数我们还没有创造 先把它创造出来 对不对 总和 然后呢 把它这个渠道的那个数字 加到总和里面 对吧 OK 好 那其实你这边呢 NUM要用CHAR或用INT 其实都可以 没有差了 好 那就用INT好了 好 所以当我这样做完之后呢 这样应该就是交总 对不对 所以最后呢 Return 其实要不要Return 反正我们没有Return值 根本不用Return 没关系 好 那我就是compile and run 好 好 会当机吗 看一下 我的 OK 因为我没有印嘛 所以它没有出来很正常 所以我们print一下 C元比较那个的是%d 不要用那个的加的符号 加的符号在C元里面会拿指标来当相加 所以千万不要乱加 好 那你会发现 诶 这里没有输出 我不确定是devc++还是怎么样 我们用GCC来编 好 那这里 好 这里我们有看到ID上 所以我用GCC ID上 点C O ID上 好 就这样 哦 有问题哦 有问题哦 他档掉了 对 他档掉了 所以这个程式档掉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指标没有前进 所以他永远都不会等于0 对吧 你指标没有前进嘛 当然就不会等于0 所以指标要前进 OK PDR++ 好 所以 OK 再做一次 42 加加看是不是42 就三个 对吧 27 28 29 39 35 42 没错 所以是42 我们加的是对的 好 那这里各位就会有个问题说 好 那这C元的我会了 当然不见得各位会了 你要写一遍 那我现在写的版本 你最好不要照着我的写 这样没有太大意义 你自己再写一次 不要看着我的写 那我先告诉各位 怎么样让它产生组合源 好 用S这个参数 它就会产生组合源 然后O 输出到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ID上点S 那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ID上点S 跟ID上点C OK 都 都放在这里看 哦 没有 没有 我把它抓进来 好 这个是ID上点S 这是转成组合源的样子 那你一定会看不太懂 因为它前面会有一些 前置的比较麻烦的东西 但是它真正的程式呢 大概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真正的程式 这个是 这个是 主程式从这边开始 好 那真正的程式呢 一开始都会设一些初词 然后真正的程式 应该是这一段 目前看起来像是这一段 OK 那当然这一段呢 你现在会觉得很难看 看不懂 之后我们会告诉各位 怎么来看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先想办法把它翻成组合语言 怎么翻 各位先写完这个C语言好了 好不好 我们先让各位写完 我们再来翻 好不好 你如果C语言都写不出来 组合语言一定写不出来 所以先写一下C语言 我们再来讲解 继续